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中常委 中平委 中指委的改选 还有党内 党内从历书长到各个工作会的改组 所以7月21号是赖清德能不能定于一尊非常重要的日子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你赖清德第一个他按证了郑文燦 第二个各位有没有发现他在斗英系 第三个各位来看看从他上台以后朝野不明 第四个赖清德现在有意去扫平民进党各个派系对于他的挑战 所以我们可以讲他现在在处于一个四面受敌的状况之下 这四面受敌的状况之下能不能完成夺权的心愿 就让我们等着慢慢看 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了我香港好朋友港台大白话的节目主持人陈锦胜兄 跟大家共同探讨 锦胜兄好 李华兄好 李华兄好 最近郑文燦这个案件 大家就是很清楚 赖清德是以贪污罪之名 实际上是对党内的议题进行政治推销 尤其是郑文燦大家都清楚 他是蔡英文的小英男孩东宫太子 原来就是蔡英文的接班人 由于最近在交接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情况 就是桃园市发生了论文抄级 郑文燦在澳门召集的一个照片 在网上的疯传 所以蔡英文看到这个丑闻不断 他也无法再要提名郑文燦 所以就给赖清德一个机会 这次终于如愿的能够接班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赖清德是知道自己 这个政敌如果不清楚的话 在握他之下 希望他人酣碎 共同众会对他的权利有危险 尤其是2028年 所以他现在要清除一几 也是他的世代之情 所以他也无所谓世面树敌 我想一个当权的人物 需要他全力在手 我想其他的这些官员都会奉奉效忠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郑文燦 他想翻盘 我想这个政治斗争是非常残酷的 郑文燦想翻盘 不可能 因为蔡英文都自身难保 他绝对不会站出来和赖清德这个角力 来这个保证文燦 我想这一幕不可能会出现 我想这个请教一下 尤华兄对台湾的政情应该说是 这个蓝绿白都是清清楚楚 你是旁观者君 也可以说是了如之党 我想你来介绍一下 对这个戴清德抓郑文燦 二战看英文 第三就正清自己的奈系 还有这个定制方面 就是如何所谓的什么事变顺敌 你来给大家来一个解读 谢谢 郑文燦的问题我们讲了很多 现在我们谈英系的问题 各位要知道赖清德是有妥协的迹象 这个妥协的迹象 就是英系的地方党部的主委 虽然现在不多 但是英系他还是有他的实力 那这股实力像好比说是翁张良也好 好比说是黄伟哲也好 好比说是陈其迈 也好大家都看得到英系 他还是有他一定的实力 所以这一次赖系的中常委 大概会有三个 英系就有两个 那其他的是郑国会 永元会 还有苏系 还有其他派系 那主要的就是说 现在赖清德在这 郑文燦 当然他也不会逼狗入虫项 但是呢 他跟蔡英文之间一定会有一个妥协 只不过什么时候妥协而已 这个是英系 第三个对于各个派系 现在赖清德是不容许各个派系 对于他个人的领导权威提出挑战 那第四个他为什么四面受敌 朝野 朝野跟党内 你尤其这是搞得郑文燦那么的难看 从这一些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赖清德的国权计划会一直占到2026 我已经跟国民党的几个朋友我都讲了 我说以赖清德这种手法这样子搞下去的话 他会跟国民党跟民众党斗到2026 我说国民党跟民众党必须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你们究竟要不要合作 如果不合作的话 2026可以说你赖清德一系独大的话 未来没有所谓的在野党派的位置 从这里我们看赖清德不惜四面受敌 他主要的原因就是要成就个人的权位 因为在蔡英文时代 他吃蔡英文太多太多的苦头了 所以他避免复册 他就必须要进行夺权 从这一次我们看他对于地方党部的选举 还有赖清德几乎每一天都在听地方的选情报告 那甚至于什么清鸟行动啊等等那些 全部都是赖清德动员 他的动员的目的就是认为 他的权力的基础是非常的脆弱 那如何从脆弱的环境中能够开出莲花 可以掌握大权 这个是赖清德现在思考的方向 只不过他思考的方向现在搞到四面受敌的地步 四面受敌的地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赖清德的内心也是非常的焦虑 他不但对台湾是如此的焦虑 对中国大陆他也是非常非常的焦虑 还有美国截至目前为止没有肯定他 他也非常的焦虑 从这一些的迹象看来 赖清德认为他唯有2026全面获胜 他的政权才能够确保 这个就是现在赖清德的政治态势 他就告诉了台湾的老百姓 或者是台湾的各个派系 我要跟你们斗到2026 看谁的气场 他当他掌权的那一天 他会对于他的政敌毫不留情的下手 谨慎兄 好 美华兄刚刚讲了非常的精准 我完全赞同 尤其赖清德的个性也好 他是能够受委屈 但是他是夹持背包的人 受了蔡英文这么多的耻辱 他能够忍耐到今天 他现在是要发现出来 报一件之仇 拿了郑文燦做那个叫祭旗 我觉得也是刚刚好而已 所以我是看郑文燦这一次 这个是这个 有人说他有可能关盘 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 蔡英文也不会出面 我想今后这个四年当中 应该就是赖清德 这个左掌天下 这个左掌台湾的这个天下 这个一锤定音的赖清德的时代 我觉得其他的任何治理 现在已经无法按动赖清德了 好 谢谢你华兄的分析 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 赖清德现在非常好注意 民进党内部政治结盟的问题 他整 郑文燦就是因为郑文燦 他想联合基隆台北 新北桃源到新竹 这一些所谓的政治联盟 这个是触犯到了赖清德的机会 那第二个 他也告诉了英系的这一些首脑们 再过两年你们就要认买 你们最好好好服选 在台北我还有位置可以给你们 如果你们再像郑文燦一样的 第一个县市场丢掉了 第二个六席立委都丢的话 你就不必再来建议 现在赖清德就用这种方式去震慑派系 这个未来的趋向 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景深兄 我们下期再见 请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